哈囉大家好我是凱雲 那歡迎收看今天的新界神話 OK 那 不小心禮拜五的那個 就是新職業試玩 還有就是一點小解析 不知道各位看的 有沒有就是覺得滿意這樣子 因為 老實講啊我還是第一次做新界神話的 職業介紹 所以多少會有一點不安啊 就是比起愛爾之光這種已經做很久了 我覺得新界神話反而就是 因為你要知道 他是那種 就是怎麼講 因為你職業 職業經驗你要額外練的那一種 所以他有經驗的舒適當然方便啦 另外還有就是雨靈戰線還有大靈災戰線這兩個 他給的經驗夠多 可以讓你直接就是飆到36等不是問題 所以我個人就是覺得還 練起來就還好啦 但是就是天賦的方面這個要做建議的話 就是因為我本來就沒有在做就是 就是各遊戲我都沒有在做職業分析介紹的 所以其實要做天賦的建議這個對我來說還是蠻新奇的 對所以 唉不管啦反正 那都是我自己的見解啦 各位怎麼想就是 當然各位也可以就是照自己的想法去點啦 對 然後 呃 官方在這一次就是 久違的大動作更新這個職業方面的 這個改就是新增之後呢 他有送這個 他有送一些東西啦 他有送一隻寵物 然後還有一隻 不是一隻是那個送很多東西就對了 那其中裡面有包含就是可以換 就是那個心靈契約書的道具 所以我就順勢的 他因為他不能換Emilia 所以我就把他換成了Luna 我記得我是不是講過就是關於日服跟台服的心靈名字不太一樣這件事情 其實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們要改啦 就對 現在的遊戲好像日服都喜歡自己來這樣子 對所以呢 我這邊 大叔 拜拜 大叔下去 欸 我們要換露娜上場啦 欸 都 沒有錯 只是他不能換Emilia我還蠻 覺得神奇的 如果我們Emilia現在已經有5點了啦 所以應該很快啦 就是之後 能在 那個話 就是 可以再拿到的話 等一下 哇塞2000點 剩下99點是怎樣 哇太多那個強化卷了吧 哇塞 太猛了吧 等一下這個 官方是 為什麼2000塊的東西他要賣成99塊 哇靠 大丈夫かな 然後心靈的 欸對啊為什麼不見了 欸好怪喔 都在這裡是不是 可是紅利怎麼拿我這我還真的不知道 然後這一期的心靈的話 就是招待鋪的話 是元氣跟海之王連 還好 沒興趣 哇你看 是露娜小姐好可愛喔 天啊 可是露娜沒有 露娜沒有日文配音有點可惜 她沒有日文配音很可惜 但是沒關係 我們可以中日混的聽 反正這世界也不是只有一個語言對不對 你看 Avenger裡面 那個 世界公通語言是什麼 英文 然後再來呢 動畫裡面是什麼日文 是不是 啊沒有啦 廢頭還有德文 再想想 還有一種什麼可以用來對付古神的 有啦 魔化鮮花的麻痺粉末 粉墓周圍有許多魔化的鮮花在徘徊 他們身上的粉末可以用來製作許多麻痺陷阱 麻煩你去收集一些麻痺粉末 我們可以用這些粉末限制古神的行動 為援軍爭取更多時間 喔 なるほど 所以我們現在去找這個花 可是花應該是在裡面對吧 按照進度來看應該是要 打裡面 有有有找到了找到了 這邊就有很多 然後 然後 就是關於就是我剛剛講到的 這一次開的那個 魔月師的那個職業開放呢 官方是送了很多的 道具啦 同時裡面也有這個強化卷 所以目前我的心育之力是已經來到了50 已經加50了 那 剩下的可能就真的要課金買 加6加7 就是加60加70之類的 要課金才可以 過了 那 對 關於這個裡面嘛 好像 好像是不能用這些東西強化對不對 其實星級裝備是什麼我不太清楚啦 對所以 還蠻困擾的 可能還需要再 請各位 請各位 比較深入一點的玩家 都跟我講一下 因為你們要知道喔 我開服玩到現在也都是亂玩的 所以我也沒有好好玩過 我沒有認真玩過啊 其實 有點可惜 不過 對還好啦 很好 這樣就可以減緩古神的腳步了 士兵們 發完軍備後就將這些花瓣製成 陷阱 並裝在古神會到來的路上 看來後方已經準備完成了 我想應該可以頂住一兩波攻勢 麻煩你 前往前線找到卡多迪 向他確認一下目前戰線狀況 看看是否有古神的蹤跡 文走 我們去找 今天 感覺這個應該是快日出了吧 還是 我不太確定 感覺天天天亮很多啦 比上次亮很多了 你不是和卡龍一同 護送村民的 海日嗎 怎麼跑到前線來了 村民都還好吧 你告訴卡多迪村民一切安好 以及 謝麗達 謝麗達派你來 瞭解前線局勢喔 目前派遜一度 正常兵都未歸回 我想我們也只能等待消息了 只見遠方 傳來急射腳步聲 一名精靈士兵 急奔到卡多迪面前喔 報告 引渡車已經淪陷了 古神的先鋒正朝這裡前來 可惡 沒有想到這麽快 要麻煩你和我們一起敵擋古神的先鋒部隊啦 然後這時候我們家小蘭就跑出來了 這地方有一些微弱的心能喔 吸射這些心能能讓我恢復 恢復些許力量喔 替我敵擋古神爭取點時間吧 幫我撐10秒 來我們要撐10秒了 哇哩太多了吧 然後全部通通被我冰住是怎樣 擋住古神的攻勢了 看來還能爭取更多時間 等待援軍的到來 你不要理Flag啊大姐 欸欸欸原來不是Flag啊 看來是撐過古神的攻勢了 但看來這一道防線撐不了多久了 70等了 81等了 不好意思 重軍聽令 向後撤退 與後面的夥伴會合 這樣我們才能力抵抗下一波的攻勢 隊長你看 好像有個人從前方走來了 大家嚴陣一帶小心應對 這個人跟剛剛那些視頻不是一個等級的 喔喔這是 哇塞大難餒 這個古神非常強大 小心應對 欸幹他居然知道要先打我欸 他不是只砍我嗎 可惡 不准體傷害必來是陛下 大火傷 喔完了 他會砸挖路的是不是 欸他也是時間系的是不是 幹好猛喔這隻 在我面前竟然如此囂張 讓你看看星界王界的真正實力 你要快變身啊小蘭 喔變大蘭了太棒了太棒了 這是敏捷點滿的刺客啊幹 咳咳 嗯 有足夠的聖盤嗎 他們也不會出來了好嗎 不要給對方 吸睛焰啊幹 怎麼回事 你為何會傷得如此嚴重 你將紅髮男子的事情告訴我謝麗達 並告訴他前線已經被全面潰以後敗 這 古神竟然有如此強悍的人存在 不行 我們陣中還有無法戰鬥的平民 不能讓他們涉嫌 所有人注意 退至星灰墓園中 古神是沒有辦法穿過星灰墓園的保護的 為什麼 我覺得他們可以餒 撤退事情就交給我們星灰御君土裡吧 你現在有身 先去療傷 你可以前往星灰墓園找到祭司雅多林 雅多林 祭司對於 治療法術六研究 會對你的傷勢有所幫助的 我恩走 閃人 撤 不是我要說可是這個墓園真的 設計的蠻漂亮的我覺得 對 雖然說就是有點死弱的感覺 欸裡面為什麼會有隻王拉 靠杯 有王勒 抑鬱魔花 哇靠 不滅魔花 哇靠這名字好酷喔 老實說他是給那個 他是給那個 他是給 戰力挺所以我其實沒有很想要 但是 畢竟 畢竟都打下去了就 打到底吧 我覺得他是不會給我啦 太棒他沒有給我 他給我兩個那個 晶體太棒了太棒了 心灰祭司 年輕人 你身上的喪失不清啊 快來這邊休息 我先為你治療 可以和我說這喪失是怎麼來的嗎 你將與紅髮骨神戰鬥事情全數告訴雅多琳 雅多琳面 面若憂鬱 陳絲變口後望向你 證明骨神 實力堅強 精靈族可能沒有人可以抵擋他 那於他一戰的只可能就只剩下你啦 你不要這樣子大家都這樣子 對我抱有希望 太過沉重的希望 不是件好事 幸灰墓園是當年與骨神戰鬥的祖先仙靈之地 這些先烈的靈魂與力量交織而成結界守護著墓園 正常來說骨神是無法入侵此處的 但一次出現如此強大的 骨神 我怕結界也有他的極限 所以我需要你做好戰鬥的準備 天啊 墓園四周許多紫色水晶 裡面儲存了許多英靈們留下來的力量 這些力量可以用來治療你和英文壁下 並讓你恢復力量 他不是採一般的 水晶而是找英靈 祈求屁股是吧 戰士之靈 這感覺就是不一樣有沒有 拿去吧 好好使用武力了 你們為什麼就不能跟謝樂汗一樣自己跳出來呢 人家謝樂汗好歹還復活了呢 然後最後一個沒反應 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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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力量是否恢復得差不多了啊 感謝祭司的幫助我們盡全力幫助你們度過這次難關的 又又升等了 奧術的幻想 哇 法王 我突然想到某個 某個會拿金字打砸人家的法老王 看來軍隊的徹底也差不多了 鼓聲也確實被擋在節節外 但我們外圍一直傳人撞擊節節的聲音 不知道還能支撐多久 不用擔心 我們的同伴已經前往尋找救兵了 我相信我們一定可以支撐到他們到來的 是從牧人入口傳人聲響 該不會是節日出事了吧 我們快過去看看 喔 入口 入口就在這裡嗎 怎麼會 節日界完全消失了 前方似乎有戰鬥聲音趕快去看看 喔長老們 還有村長 哇靠 哼 還以為這四個糟老頭 可以帶來一些樂趣 結果 還挺無聊的嘛 虧我還興趣滿滿的 看來根本沒有我出所的必要 就是手氣 你不覺得那個 站的位置怪怪的嗎 你就陪必然心與他的小哥們玩玩吧 那隻紅的就放過我們了是吧 What the 於是那隻紅的就放過我們了是吧 dye 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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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好像 留比較輕鬆一點吧 至少我打那隻鱷魚 你怎麼又出現了 嚇是誰啊 我上次開本尊 跟鱷魚玩 大概多損了10%血吧 然後我就趴掉了 沒想到 沒想到古山保留這麼多實力 村長長老們可惡 我不能就此放棄啊 長老 我不會讓仙祖安息之地 燒到古神的踐踏的 我偉大的仙祖 我願意獻上我自己的生命和靈魂 請鱷魚我的力量 將古神驅逐出心灰墓園吧 欸不是我要說可是這些鱷魚真的還要掰的 是這樣唸嗎 還要掰 啊可悲的弱者 還是不願意放自己掙扎啊 好啊我就喜歡看肉影們奮力掙扎 為了生存果眼穿穿 最後失敗是絕望的樣貌啦 欸任務獎勵給了我名字艾莉達 原來是在這裡給的喔 這是我要說啊可是 不是啊那個 我靠他的嘴炮我我靠 我靠 哇 哎原來他是主線的他是主線角色哦 為什麼你們會開船來啊幹 不是 艾莉達到底是誰啊 我還是不懂 艾莉達到底是誰 我還是不懂 我還是真的不記得 哇 終於有高畫質的 過場地圖了 哇 新竹戰士 哎呦 艾莉斯也來了 他在救長老們是嗎 因為遠近的到來 讓你們充足的休息時間 你以為一直找他爭 感謝他的 及時支援 要感謝的是秉安鎮鎮長 我們一來到西方大陸 便收到鎮長的消息 告訴我們一文大人需要幫助 我們才能與 艾莉莎他們會合 怎不會是前任情報 情報部隊隊長 哇 搞太猛了 只不過沒想到古城已經來到西方大陸 還造成這麼嚴重的傷害了 不知道泛王子那邊是否也受到古城的影響 不用擔心 等到有了新人下落 我便會趕往皇城幫助你們 到時候我們在奇心封印裂縫 杜絕古城的心態 我以希望如此 我先前往照料傷患們 你們去找尼莉莎吧 尼莉莎正位村長還有長老們 療傷喔 呃 所以這個艾莉莎算是 他們 找來的援軍是吧 狙擊之眼 那雖然這應該是心 就是心靈相遇該幹的事情 但是 我們也可以稍微來看一下他的背景 好不好 身為心靈學員中的教師 十分關心底下的學生 小莉莎 多多 比比 拉維都是他在他訓練上 成長茁壯 雖然平時個性溫和 一旦 一旦執起 教編 便十分有威嚴 而且強大的實力 讓小莉莎的人 連對他二組軍都辦不到 過去成為神秘組織暗殺者 擁有過人的觀感 以及高超的 狙擊技術的艾莉莎 靠著手造長槍 與豐富的戰鬥經驗 成為強大 且可靠的後盾 那大概就可以知道他是 就是從新界找來的援軍啦 這樣子 大概可以了解一下 欸等一下 如果他 解主線他多送我們一隻對不對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 進化 欸不行喔 你找到尼路莎 看見他正專心為你村長治療 為了怕打擾 打擾治療過程 於是你向身旁的 飛色詢問狀況 你們才剛好已經確定 長老們都離世了 現在只剩下村長 還有活下來的希望 尼路莎正在全力拯救 哇靠 村長消耗過多魔力 甚至開始消耗自己的生命力了 我需要一些藥草來維持 村長的魔力 讓他的生命不再流失 墓園的市中應該會有一些異魂草 我以前 聽說 亞里斯特長老都以前用這些 草藥來補充魔力 有 結果那個 我跟你講 這種劇情就是 長老醒過來就會說 對不起我幹了啥事 我要告訴你們新人的下落 484 可是長老全部離世這件事情我真的忘記了 感覺有點過太久了啦 怎麼講 就是有點 還是有點震驚吧 我覺得 很好 看來這些藥草會有幫助 我會讓村長扶下藥草 並繼續用法術治療 等他們都活下來就要看村長的意志了 這裏是 醒悔墓園 喔 這是什麼 我看大家都在送一些東西 史詩服飾品 用不到 我只穿金色的不好意思 OK 你家事前來都去賣告訴村長 村長哀傷的看著 靜靜躺在山上 地位 山上 地上的三位長老 幹 有點語無倫次了 是嗎 老朋友 你們也離開我了 印度村也沒了 都沒了 村長拜託你 我們希望你的幫助 只有獲得新人風雲鐵鳳 我們才能避免悲劇一再發生 無所謂啦 無所謂啦 反正我也一無所有啦 管他什麼新人 古神一切都和我沒有關係了 哇靠 哇靠這老頭 看來三位長老的離世 對村長打擊太大了 但不論如何 我們都要得知新人的消息呀 快跟上村長吧 哇塞這個老頭真的是 終於找到村長 只看到村長一緣無發 看著遠方喔 不論你怎麼呼喚都不理睬 針到束手無策的時候 針來到你的面前 你們怎麼會在這裡 村長你已經醒了啊 你將一度村後的所有事情 告訴了針喔 針聽完之後一發不覺找到村長 並給了村長一拳 蛤 恩恩恩恩 恩 恩 You son of the bitch You know 簡單來說就是 幹你娘 超小啦 直接車長正要回嘴 吹被針憤怒的眼神給震懾住了 預算了你 將古神造成傷害 遷入到星際的黃金身上 明明有可以對抗古神的方法 卻因怒火蒙蔽了你的決定 若你知道這告訴英文陛下新人的消息 結果為了與古神對抗的力量 哇 這個 哇我已經可以感受到他的怒火了 說難聽一點 就是因為你的關係才害死這些人了 你知道我自私之力 自以為這心態比古神還要來得更可惡 哇靠北 超兇的 哇靠兇爆好嗎 我想你們應該都聽過 新人會出現在 偉大過去英靈駐足之地對吧 我們正是因為這個消息來到引渡村的 關於新人 喔 又來一個渾身世上的精靈士兵 曾大人 太好了你回來了 這是 裝扮你是泛王子的手下 你怎麼會來到這裡 我帶來泛王子的命令要你立刻帶兵 千萬王城 就在目前前有大批古神攻進王城 泛王子也在圍城之前被我派出去 衝出為時 要曾大人帶著剩下兵力前往救援 什麼 喔 我與新竹市兵一同前往吧 關於新人的消息 等到王子脫困之後 我再來前來拜訪你 這段日子你就先從 重建引渡村吧 太好了以後出事情只要叫曾 叫曾幫忙 直接傳過來了是不是 哇塞 但是我跟你講我們今天故事就先到這邊結束了 我們今天故事就先到這邊結束了對 這等同於是我們趕來了這個愛爾海姆王國 要準備進行救援了 進階天賦這邊又可以點啦是不是 我們現在攻擊值已經有這樣這麼高了太棒了 耶 這個是不是應該也要點一下 我覺得有時間還是這邊的都是點一點好了 好啦那其實我看時間也差不多了啦 而且我剛是真的沒有料到會直接被傳來愛爾海姆王國 所以 下一次吧好不好 我們下一次就準備正式進入這個 八三副本卡等前的 的最後劇情好不好 好啦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可以YouTube喜歡點個訂閱 喜歡就可以得知我每週獲得補定時的最新動態 那可以到粉絲來按個讚 Twitch按個追隨 Twitter跟跟隨 那就是這樣子啦 啊 那我們 今天的星界神話就先到這邊結束囉 感謝大家的收看我們下回再見囉 大家拜拜 你看露娜好可愛喔 是不是 我跟你講要不是他二次元的我一定把他的衣服給